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可以和大家來看一間導臘屋 前陣子看了很多樓盤 今天可以去看一間還有人在住 很有家的溫馨感覺的房子 我們在Richmond Richmond的地區是Woodworth 我們在London Park旁邊 這間房子是比較新的 是2016年建築 地面積4,000呎左右 前面的面寬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樓盤的闊度 加上前面的樹圍欄的闊度 加上40呎 深度的樓盤和後院 加上100呎 所以40x100是4,000呎 這個走路盤 我想如果不是特別長 不是要拍兩瓶 普通兩部Sov都拍到 前後一部 這裡前後一部 總共走路盤可以拍到四部 這裏是並排雙車庫 稍後會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間房子的面積是兩層 大部份屋都不會有床 兩層平均1500呎 所以屋大概是3,078呎 2016年的屋子 现在挂牌价是238万 刚刚拿上MICAT几天 地税差不多是5000多元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不如进去看看这家屋 这家屋分两层 全屋3000呎 楼上1500 楼下1500 一进来大家看到的 其实已经是客厅 后面是formal dining 然后楼梯上去是4间房 再进去的就是family room 还有厨房和早餐位 因为我们其实在Richmond 所以没有basement 车厨在这座墙的旁边 大家也会进去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客厅这个位置 其实它是open to above 所以零零射射的位置 楼底是特别高 刚才外面也说了 这家屋其实是座北向南 所以窗口这一边都是南边 阳光会比较充足 加上下两折窗 下厅位门口位 范轻 彩光都会比较充足 这里是formal dining 屋主现在放了的就是龙人的餐厂 又吊了水晶灯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大家过来看看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说是media room 进来真的很暗的效果 墙子都是黑色 然后这里没有窗 窗在旁边两边 用了一些深色的窗帘 这里可以挂头影仪 也有梳化 大家可以带到media room 还有酒柜 下面这里 还有一个洗手盘 如果其实在温哥华 很多时候这个media room 就会放在楼下的座椅 可能再大一点 因为Richmond这边没有座椅 所以就放在这里 如果朋友想用来 例如做书房的 也可以选择它 换一下颜色 这里有一个powder room 这一层楼是没有睡房的 它就做了powder room 纯粹是可以洗手 去洗手间 或者是给客人用 好 经过这里 进来 这边其实就是family room 有火炉 有电视柜 屋主也 保置得很温馨 这里是一个小小的 伙伴地区 如果家人不太多 平时可能都在这里吃饭 然后我们看一下厨房位 厨房位其实很大 由这边一直过去 很多时候这些独立屋 因为它旧位 都会在厨房位旁边 做一个小小的书桌位 或者我们叫充电位 放一些杂物 这一个其实是闭路电视的屏幕 因为这些屋是2016年 这些比较新的屋 很多次建设时 已经安装好所有闭路电视的功能 就加入了这一屋 大家可以留意到 这里的楼底 我想差不多有接近11尺的楼底 厨楼也是做到差不多接近顶 也很高的 而且它很多时候 上面最上的排队 好像有些设计位置 里面都有些光打出来 好像这个 我们开开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灯的 你可以放一些装饰品 可能会漂亮一点 因为屋主还在住 就不太方便打开它的冰箱 冰箱 大家看到冰箱是双门的 加上一个冰箱 牌子是Genea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打开的櫃子 它设计的方式就是微波炉在上面 焗炉在下面 牌子也是Genea 然后上面微波炉是Panasonic 然后来到这边 就是大家看到的海岸 海岸大概是9尺左右 也很阔身的 这边有足够空间放食物 这里还可以吃饭 因为我们有时看到 这些城市或者小一点 纳窩的海岸其实很短 可能去到这里 小小地有些欠位 这里也比较阔身 现在它放了三张大巴凳 海岸这边是双升盘 这里也是存在空间 三格柜桶 这些可以抽出来的 这个就是垃圾桶的地方 可以打开 然后洗碗摘机 就放在星盘的右边 这里的牌子 应该都是Genea 是同一个风格 然后我身后这一幅 就是整幅都是Cooking Wall 大家看到全部都是厨柜 这些都是打开的厨柜 包括楼上的Display Area 然后下面也做了柜桶 这些三格是拉出来的柜桶 又窄又阔 这些就是打开来的柜桶 那 多多点打开一个 好 多多点打开这个 OK 大家明白了 你看到里面是这些木纹的边 这些是甲板来的 OK 好 独立屋 比较大 厨房位大 就变成多了很多桌面位 比较实用 好像我们始终煮食了很多 它已经有两部咖啡机 有焗炉 那里有电饭煲 有水煲 有很多调微品 都可以放在这里 好了 比起我们的家里 就会全部塞掉柜桶 都不同了 那 汤油煙机就在这个盒子里面 那 大家看到这个是电炉 是电池的 如果大家煮食不够的 其实这里还有个中柱 等一下会带大家去看看 这边也是柜桶 接柜 然后 厚度大概两寸左右 我身后就是中柱 很多屋都现在尽量去做中柱 看回房间的间隔 有些可以做到很大 有些是中型尺寸 包括东西都不同 这间特辽有自己独立的窗 也有一个大的双星盘 然后转角 这里有另一个焗炉 加上火炉 如果大家是很厉害的猛火 煎炒煮食很大味 不想传统的石屋 也可以关掉我身后的门 这个是一个大一点 更厉害的七楼烟机 这边还放了一个雪柜 这个是LG 比外面小一点 我们看完厨房 我们现在就上一上楼上看看 楼上总共有四间房 然后有三个全厨房 主人房是上楼梯右边 其实有两道门 两道门都可以打开 现在我们开了其中一道门 主人房 大家可以看到 金尺寸的床 两边都放了两个装置 还有空位 然后床头的两边都有窗 然后这里也有窗 主人房是向着后院 所以向着北边 另外我由床尾 一直到对面 其实也有另外可以放到一张床的距离 所以这间房子也是很深的 这里还有一个装置 我们可以先看洗手间 这边有两个星盘 下面也有很多储物空间 马桶 有浴缸 然后也是两边窗 这只窗可以上下开 这个就是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霜 它也有软盘 然后也有可以拿出来的花灑头 而且它是整幅墙都铺了 包括天花也有铺了 我们看完主人房 离开之前有看一个walk-in closet 它是很大的 可以一直走到后面 可以关门 出来主人房旁边 其实它有一个laugry room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这只laugry room 就是做了一个countertop 是石英台面 还有平排的两部洗衣机干衣机 有些贵 这一部是HRV 其实它是一个先锋循环系统 因为我们住在温哥华 很多时候都不会像香港那样 每天开着窗通风 很多时候大家永远都不开窗 那家里的空气循环 怎样做呢 它里面有一个热交换器 家里本身的空气已经是暖暖的了 它就会用家里的暖气 和它外面抽出来的新鲜空气 是很冷的 就去交换排放出来 令到它噴出来 或者是出出来的空气 就没那么冷了 另外也可以做到一个循环的效果 令到家里的空气更新鲜 这间屋上来 其实还有一个open area 这边看上去是楼梯 这边看上去就已经是我们 open to above的客厅位 门口那边 很高 大家可以看上去 这边外面也有窗向南 所以中间的open area 都光亮 而且这边转过去一个窗 楼梯那边再一个窗 屋主现在就在这里设置了一个workstation 如果各位家里有小朋友 这边可以放个琴 或者是做一个play area 都可以的 这一间呢 刚才我们看了主人房 这一间是第二间套房 其实它应该比看上去大一点 因为它放了一些很大件的傢俱 我要夸进来 这张床比较大的 其实是king size床 再加一个很大的床架 这边还有大书桌 大梳妆桌 这边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间床架 可以浴缸 也可以浴缸 有玻璃塘门 然后研导 然后研导 升盘 座翅 好 叫座翅 好了 衣柜我就开不了了 等下我们去第二间房再看 好了 这里就另外两间房 这两间房 洗手间是中间的 是糊通的 我们先看这间房 第三间睡房 我们可以浴缸一下这个衣柜 就有一些团 然后有一些架 可以放一些储物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这里其实就是通去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有两路门 这个就没有浴缸 这个其实是shower 那边都有一个窗 是可以开的 可以通风 然后坐姿和升盘 可能他进来 我们经过这个洗手间 就可以去另一间房 这里还有门 这间房就向着正门 是向蓝的 光亮 而且有两个大窗 一个大窗 每个大窗 都挺晒 这间房也有一个衣某间 这间房也比邱斯有间大一点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门出去了 这间房就看完了 我们还没看车库和后院 我们现在先去后院看看 后院有一个出口 是在厨房这边出去的 直出 现在是草地 有少少圆藝种植 有棵树仔 后面有一排的树墙 有少少 privacy 后院对着 真正的有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看来比较旧 这间房子有另外一间 然后呢 这间房子是有冷气的 我们看到呢 它有个冷气的散热系统在外面 还有呢 这里有一条路 可以出回正门 那里的 不如去过去看看 这里呢 我们没有锁匙开不了 应该是一个 storage room 都可以放些东西在里面 或者是机房 是吗 它锁了 对了 我觉得那个是机房来的 是冷气设备放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回进去 就看到那个房子 它也是三个大窗 下面可以开 我们离开房子之前 就看看车房 是side by side的双车库 我见过这一类高度的车房 有些屋主会做一些架在上层 譬如这些位置 可以放东西 甚至做了一排櫃在后面 可以拍到两部车 离开之前 先补充一点 这一间独立屋 是木结构 那个取暖系统 就是地暖 通常都是 那些砖下面 其实会有一些水管 那里面会有一些水 那里面会有一些水 那由gas去烧起那些水 那让它热 就将那些热泉上来 那所以大家踩那个地板的时候 就会觉得暖暖地 那整间屋都会暖起来的 那这一种的暖气系统 它会暖得慢一点的 那所以有些香港朋友 可能过来有时候说不习惯 觉得现在够暖了 就关掉了 那些洞又关掉 其实这样 反而你会很慢很慢 才能感应到那个暖气 就不像 好像我家里 就用furnace 大家会看到那些风管 吹风那一只 就会是 快点 又见效 但是因为它吹热风 就变了 其实比较干 冷气系统 刚才大家看到 就外面有个散热气 那它屋里面 就会在这些圆形出风口 就会出冷气出来的 那它那些机器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找到整个屋都没有的 那我相信就是 刚才我们走廊的机房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刚才看这个衣柜的时候 这个楼梯底的空间 应该是很深很长 但是它做到这里就没有了 那它的空间去了哪里呢 我相信就是 后面那扇门 开的机房里面 就放了那些家的设备 好 OK 这里面是小姐 gallon 可以 我不会 这是 哎 我 你们 好 我们看完屋内的间价和设计 和它的花园之后 我们也重复一下这间屋的资料 和周边的配图 话实话先和大家摆个脸 等下来 新年快乐 其实今天是这边的大田初一 但在香港可能各位朋友已经在设计年初二 等这条片上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年初四五了 不过也会是我们进入牛年的第一条片 所以先和大家恭喜发财 祝大家我们试试信心 万事如意 想过来的朋友可以顺利 留意香港朋友的发展都会更加好 好 我们讲一下这间屋的资料 我怕刚才在里面一路走一个讲 我怕讲错或讲得不太清楚 首先 这间屋现在的挂牌价是238万 挂牌了两个星期不到一点 这间屋是2016年起好的 所以五年纽零 整间屋的地是4000尺 宽度是40 深度是100 是长方形的一块地 然后去年的地税是5315元 这间屋是freehold non strata 即是快地完全是属于自己detached的独立屋 所以是没有管理费的 车库cover的位置可以拍到两部车 driveway也和大家分享过 可以再拍车 然后我们又可以了解在周边的环境 我们就是在london park的左边这里 亦属于整个richmond较南边的位置 所以这些地区大部份都是独立屋 和townhouse的小区 中学跨过公园 Season London 小学过了No.2对面 这里就有了 走10分钟内都可以走到中学和小学 如果大家要去一些双圈 比如说去银行 去一些小的餐馆 超级市场的话 这两个双圈 开车都是5分钟去到 走路就20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士路线 比较方便的会是402 如果由一间屋走到外面 No.2这个巴士站5分钟左右 这间巴士是通Season码头这边 二日码头 以及Richmond Center 如果要由家去到Richmond Center 大概20分钟左右 除了402之外 还有413 413是打横走的 它就贯通Season 以及Ironwood这个Mall 都是走5分钟可以去到这个巴士站 还有一架都去Season 亦都经过Richmond Center 接着它可以上去Bridgeport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去IKEA 可能这架巴士会近一点 另外会过Nike 这架是407 我们可以看看圈 其实为什么公园很近呢 我们的房子就在红色这一个点的位置 大家看到这一棵灰色其实现在都是绿色 都是公园是连着London Park 有个小朋友玩的area 这里过去已经是中学了 宿小的话大家会看到 上面这些是市中心的区域 我们其实在这里 下面已经是一些农田 这些农田很棒的 在Summer的时候 现在就没什么好玩的了 我想去到大家差不多早春 三四五月开始就有得摘士多啤梨 然后六七八月就有得摘蓝莓 这样很多小朋友都会过去 甚至有些area是可以看太阳花 有些农场有些动物 这样就很family friendly的area 然后如果在Summer的时候 多些不同的农作物 那边的Farm Market都会开得再旺盛一点 有些人很喜欢去下面的Farm Market买菜 我们现在就直接由家门口走到公园路 其实这几天我们受北极冷风的侵袭 所以很冷了 现在只有一道 大家看到周边其实这条都是小路 我们在这边如何分辨道是小路还是大路 首先第一就是看路有没有黄线 这里连黄线都没有 所以属于是比较小的路 其实走几步过来 已经到了公园 其实大家看到前面的牌建筑物 那里已经是Summer London的中学了 就可以经过这个草地回学校 我们又不如走到这个公园 这边看看 现在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那边一排 好像新生地挺正确的 其实那些是townhouse 我没有记错了 应该是1617年 Kingsley那个complex 它也是很新正的 而且它是比较新的 但又是很大的townhouse屋苑 因为现在大部分townhouse 大型屋苑都是1500尺顶尽的 但是这些townhouse 它大部分都可以接近2000尺 1700至2000尺左右的尺寸 但当然它们的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卖83至85万左右的 这里的大年初一 我们今天是2月11号 是不是11号 不知道 好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边的大年初一 但超级市场很喜欢去下面的farm market买菜 好 OK 够不够 好 挺好 对 哎呀 没有车啊 不是啊 有啊 哎呀 大家在Richmond最常见到的 除了是人之外 就会是兔子了 看到那里有一只 哈哈哈哈 我没有了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们就由家里 没有家里了 现在我们就由家里去超级市场 看看路如何走 去 其实本来想和大家下车走一下 但外面实在很冷 所以在这车上和大家看看就算了 哈哈 有BMO银行 然后也有些买衣服的店铺 还有吃sushi 还有面包店 对了 Shopper's job mark 就可以买一些日常的用品 什么洗头水 护发素 药品 那些全部都有了 也有牙医中心 对了 也有披萨 对了 这边也有一些其他食物铺 UPS可以寄快递 也有饼店 有宠物那些店 亦可以买保险 保险 比较基本的生活配套 这边这个帮都可以满足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最后和大家说说新年快乐 还有大家如果有空可以追踪我IG 我会尽量在IG上分享不同的楼盘资讯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